OK 今天应该有好多新人 然后所以说 第一块是社区的介绍 然后 主要是说围绕于新人怎么去参与 还有状态 OK 大家稍等 稍等 稍等 不好意思 刚才有事 然后 这个 然后看那个微信器里面有人问了一下这个邮件列表的时候 说明就是说咱们现在还是有些地方描述的不清楚 我再重复一下 这儿有一个东风社区的官网 然后这个邮件列表是一个渠道 然后 东辉帮忙拉一下 还有一位朋友 你先给他发一下地址吧 好吧 可以啊 我们先放地址 然后完了咱们还有个微信群 第一 妈妈给你洗衣服 两个打皮肤 对哪个人来听 你先听我说完 第一 三 你先听我说完 我给你洗衣服 第一 二 第一 二 给你洗衣服 大家这个如果那边不是特别安静的话就把麦进一下 然后有一些列表微信群 之前本来是没打算建这个微信群 但是 但是考虑是因为是微信好多群的那种分歧不是特别好 但后来发现了这个微信群这个确实还是使用的人比较多 所以现在建了个微信群 之前那个考虑微信群的问题也是它有很多缺陷 比如说就像QQ群一样 嗯 这个群比较好加 超过一百人就微信二维码也不行了 总之各种各种原因吧 不管怎么到现在是建了一个微信群 现在有一个技术的微信群 微信群的话我们回回复公众号 后才回复微信群 公众号回微信群的话就会得到一个某个志愿者的微信号 然后就可以加进来这里边应该应该所有的人都已经进来了 嗯然后其他人希望希望就是也成为志愿者 然后把更多的拉更多的人拉到咱们的技术交流群的话 嗯也可以也可以会后说一下告我一下 我把你放进去 然后邮件列表的话是这样的 这儿有一个叫描述怎么交流的 嗯 交流这儿有两个邮件组 一个是用户邮件组 一个是稳定化的一个兴趣组 然后点这个订阅就可以订阅了 有的人之前可能没有用过邮件组啊 这个呃如果你没有订阅的话可能是直接进进去的 另外这个也是谷歌的所以需要翻墙 订阅的过程基本上就是 呃发会往内邮箱发一份邮件 之后你能收到所有的邮件 OK 微信群也说了 嗯然后项目的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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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项目的话,在这个GKIN的这个org下面有一些项目,比如说刚才说的微信群拉人的那个项目,就是这个微信公众号机器人这个项目是够原写的,感兴趣的可以了解一下。 还有是这个中文站点的原代码也是在这个GinHub上存放的,是这个项目,这个是网站的主题。 现在主要是这几个吧,另外还有一些插件,插件是这样的,插件项目是现在列了一部分,中文插件是我在维护,还有另外一个KG的插件,还有其他的。 大家对于这些插件的使用上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直接在群里面沟通。 然后还有文章的部分,文章的部分的话也是有一个在GX上放的,这个Github上放的。 我们所有的公众号上的文章都会先在这个地方提个PR。 现在可以看一个进来。 就是这PR从这个类型能看到有翻译的,还有维护的,还有原创的,原创的自己写的。 翻译的话,这里边有一些翻译的规范,然后还有文章的发布的规则,以及这个文章的规则。 我们会在这些平台上去做一个同步,如果是翻译的或者原创的话。 然后为了留足够的时间,让大家review的话,建议至少给出三天以上,三天到五天的时间。 比如说你今天写的,然后你想在,基本上就是在下周,下周再来发五天以后。 还有感兴趣的东辉就帮忙那个发一下地址吧。 还有是活动类的,活动类的话。 活动类的话,这有一个线上活动,还有shop这两个活动的文章也会从上面去发。 还有版本发布的话,是这样的。 往比较慢,就是说我们会,这个是会发一个或者几个版本,我们会把版本发布更新的内容也在公众号上发布一下状态。 这个是大概我们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关于信任这一块,既然大家有意愿参与社区的话,还是说,说明肯定是感兴趣的。 所以说,我们的传统就是说,之前没有,就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可以做一下自我介绍。 然后介绍的内容大概是说,你叫什么名字,然后在哪个城市,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然后你可以说一下你想做的事情。 就在前面列的这些想做的事情里面,你可以挑一个,或者也可以,这里面没有列出来,但是跟咱们相关的这些事情。 我可以看有没有,呃,愿意自我介绍一下呢。 有吗? 好吧,我那个看有一些同学的Mac没有打开。 然后,关于这个李男子这个PR的话,你有没有什么疑问呀?有的话,现在就可以说一下,我们去帮你梳理一下。 呃,我的这个PTR,我今天下午才提的。 嗯,然后,呃,然后就是,呃,这个格式可能有些还需要调整吧。 然后,呃,就是我也是按照咱们那个范例,然后去提的。 然后可能GET那个的使用上,我可能自己还得再熟悉一些吧。 嗯,GET是吧? 嗯,OK。 对。 看看啊。 有没有就是说疑惑的地方,比如说,呃,为什么我们要用这种格式呀? 然后,你觉得别扭的,或者不合理的,或者任何有疑点的地方都可以。 嗯,嗯,就是咱们不是做这个之前是有一个就跟Gira的那个,项目的那个,那个板子,对吧? 然后。 嗯,不是Gira,也是Github上,对,也是Github上面的一个就是,就是类似于那样的一个卡片板。 嗯,然后这个,这个,这个就是一开始我自己用的时候就可能你看你说做那个标注,然后一开始就不知道怎么做。 然后,就是当我提完了那个PR之后,在那个PR内号就可以写上,呃,你这个PR的这个具体的一个版本号。 然后,我今天就操作完了之后就发现,它直接就可以把这个PR的这个链接就可以链过来了。 然后,我这个就是,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然后,我当时的疑问点。 Github的功能了。 哦,就是它,它,它就是说你把它写上之后,它自动就可以链接过来,对吗? 对,比如说,呃,还有一些它的一些小的,小的功能嘛,比如说这边有issue,对吧? issue的可能是,或者bug。 就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吧,呃,它编号是141。 如果你是修了bug的话,你在,你在那个comment里边可以写个fix141,141。 然后,当你加了这个这个之后,当你这个PR合并了以后,你对应的issue也就关闭了。 就是它是有这些一些很便利一些功能的。 而且是说,比如说,你在这个PR里边关联着刚才那个issue号, 它那个issue也会自动的把PR也关联过去。 虽然你没有做任何改变,没有做什么,它就做一些关联。 哦,是这样,就是,就是Github上边,就是它自己的一些那个功能,对吧? 对,是。 哦,好的,好的,我,我,我在研究研究。 嗯,然后这个卡片的话,我再解释一下,呃,这上面有几几个要素吧。 第一个是标题,标题上会练一个原文的,如果是翻译,这边都是翻译的,翻译的原文的链接, 然后by就是由谁,就是change me later,就是谁,谁接了任务,你就把这个,呃, 号改成你自己的Github ID。 嗯,然后,这PR的话,就是你,你接了,但是你可能还没有提,如果提了的话,就放这儿来。 像你这样加,看出来,它这个状态。嗯。 比如说你合并,看后面的,合并就是那紫色的这个状态,所以,它这还比较方便。 然后,嗯,嗯,PR的内容,我大概给过一下吧。 然后这个格式的话,格式上,就是这个里面格式,你会觉得,嗯,不清楚或者便宜的地方。 嗯,我用的过程中觉得,嗯,就是,就是它那个每一个段落就是,它不是那个型号吗? 它分的那个段落是,根据,根据那个原文,它分的那个,就是标题走就可以了吗? 对,基本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锦号这个的话,呃,我们是有,其实都有,都有描述的。 如果你看一下这个,文章这个目录的话,文章这个目录下,这上面可以描述,这个文章的,目录的格式是什么。 然后这个,你应该也看到了,然后排期,还有这个字段的描述,每个字段描述。 然后这个文章里面也写了这个锦号的问题。 锦号的话,这上面有每个字段的是干什么的,信号是必填的。 这个,这个锦号,对,这锦号是从两个,两个锦号开始。 它的一个锦号,其实对于HTML页面的里面是,一个H1,如果稍微等于HTML的话就知道了。 一个锦号对于H1,两个锦号对于H2。 所以说,大标题就是H1,然后两个锦号,就从两个锦号开始,H2,H3,这样的东西。 所以,你那个没有问题,就跟那个原文保持一致。 对,然后,其实还有一些,不过这里面是这种链接比较多。 就这篇文章的链接特别多,然后,所以我这篇文章就看了好多链接。 然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上面写的那个tag和那个关键字。 这个是我就是通过这个这篇文章核心里边总结出来的,还是说是从哪儿获取呢? 这个关键字和tag。 咱们看一下这个东西就知道它是应该大概怎么写的,但也不一定会很准确。 然后关键字,keyword,它的作用是让搜索引擎来搜索的。 所以说是这么一个作用,比如说,比如说这个。 如果你这样打开这个网页的话,你就会发现从这个header里面去找的话,有个keyword。 这个是让搜索引擎来搜索来搜索的。 然后里面有描述的description。 description也是跟这儿的description也是对应的,也是同样让搜索引擎来搜索的。 然后那tag是干啥呢? tag是说你放到最下面,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最下面你点上一个东西,它会做一个归类的,是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说对于你这个情况的话,你这个tag可以写那么多,也可以不写那么多。 比如说Jikens这个东西就可以不写,因为咱们这里面基本90%以上都是Jikens的。 对。 所以可以作为一个这样的参考标准。 然后这个data是干啥? data基本上是对这个文章做个排序的。 你要点到这样看的话,其实是最后一个发的永远在最前面。 是拿这个beta来进行排序的。 哦,是这样。 就是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fork到我本地的那个就是仓库,就是我做了修改之后,我一定要跟主干的这个仓库保持一致吗? 还是说我不一致,我也可以就是提交PR呢。 嗯,这个问题的话,咱们这周五会有个分享,然后我会在那个分享上详细的说这个事。 好的,好的。 嗯,对,因为这个会涉及一些比较多的内容。 嗯,行。 嗯,其他的暂时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哦,行,然后这个描述的话,其实一般是不会有一个句号的。 因为你看这里边的话,它,嗯,因为标题可能稍微不太一样。 标题可能最后一个感叹号就是表示一个语气的,对吧? 描述它,它不是一个完整的语句。 嗯,它可能就不太需要一个句号,其实这个就不太应该有个句号。 应该知道是小事情。 OK。 哦,明白了。 嗯。 嗯。 其他的新参加的人有没有有有有兴趣要做介绍的。 今天的人是都比较腼腆,是吧? 嗯。 无所谓了。 随时随时可以想想那个交流都可以说。 然后另外我想同步一件事情的是这个GX.io-zh。 原来的时候,你访问GX.io这个网站,它就是访问回来的是一个英文的网站。 然后前几天,嗯,我们修改了一下,如果你的浏览器语言是设置的中文。 那么会自动的重定向这个中文的网站上去。 嗯。 这样会比较方便,但会有比较尴尬的一个点。 就是说,如果我想看英文的话还挺麻烦的。 我必须把语言设置回去才可以。 这就是一个问题。 嗯。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尝试的把这个问题给修改一下。 或者调整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是。 我们比如说点博客这个。 点博客进来之后呢,我同样想看一下这个英文的网站。 一种做法就是直接修改这个地址。 然后,但这儿有个菜单。 这个菜单始终它会跳到,嗯,始终会跳到首页。 而且更尴尬的是,我这儿就算选个英文,它永远都返回中文。 其实这算逻辑上一个缺陷吧。 感兴趣的呢,可以去了解一下。 然后如果想去修复这个问题呢,我可以提供一个代码仓库地址。 。 官方的网站的配置的话,都在这个代码仓库里记录着。 大家感兴趣看一下。 。 然后,其他人有没有一些想同步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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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例会 我先做我介绍一下 我叫做余嘉欣 大家可以看在参会人员里面看到我名字 然后我现在坐标是在厦门 我也是一个软件开发工程师 然后我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中文社区是不是成立没多久了 成立的时间不长 从去年基本上算去年10月算是正式成立的吧 刚才我看了一下那个官网的活动 那个活动行程还蛮多的哈 他有一些去年去年搞过一次活动 有一些是今年的 我是厦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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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离开厦门两年了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 现在这个社区成立的主要的这个活动内容 社区的工作还是在那个就是翻译官方的 或者说翻译一些相关资料的这一块是吧 实际上我刚才介绍的有一些是刚才你提到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会负责把这个 这个版本的发布的什么内容 然后传递出去 让大家知道这个版本发布了 然后比如说修了什么bug 然后有什么新的功能 这就是一个 另外一块就是说有博客这一块 官方的博客 还有我们收集的一些其他的比较好的一些博客 还有一块是原创的 比如说你在使用的时候有一些心得呀 或者什么东西 都只是一类 网站的话 其实我解释一下 这个网站是和英文的网站是内容 就是期望的是说完全一致的 只是语言不一样 做个翻译 然后这个网站的话是纯粹 这个是中文社区本身的 就是本地化 完全本地化的东西 再会在这里边放 然后另外一块的话 我们也会维护一些自己的项目 比如说 刚才提到这里边 这奥格里边有一些项目 比如说那个微信公众号后台的那机器人项目 还有这个上面写的一些插件 这个简体中文的语言插件 还有一些其他的插件 那新浪微博呀 还有这个代码覆盖率呀 这种插件会去维护 这也是一份工作 另外一部分事情就是在 把社区的最新的技术 通过一些活动分享 让大家去知道 你怎么用 大致是做这些事 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方便说一下吗 就是岗位 我现在是在做 假网开发的一个 我现在是在做假网开发 OK 你有没有想感兴趣的领域呢 或者是愿意做的事情呢 比如说插件的维护啊 文章的翻译活动啊 或者分享都都可以 就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这些活动 我们最近的这两个线 一个线上一个线下活动 我想这里面有吗 这个不是 就是那些活动还没有更新上来 所以说也可以 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 参与一下 就是可以把那个活动的内容 给同步上来 这算也算一种参与 就 比较简单吧 看你有没有 参与的方向 现在我刚才就想 就想问就是 接下来有没有 往稍微南方一点的活动 可以啊 就是 我们现在在那个 在那个 广州那边和杭州 有 有比较热心的 这个 参与的 积极的这个 成员 嗯 就是说 有 首先组织的活动 都有人去 有人喜欢 喜欢组织活动 就并不是说 大家都喜欢组织 我们欢迎 如果你愿意帮忙组织也可以 或者说我们可以再等到 南方或者你那个城市 有其他人愿意组织 也都可以 或者说 我们还有 嗯 其他的 暂时的话可能 嗯 怎么说的 嗯 其实对对于看员 这个 理念来说 嗯 社区里边就是说 没有 没有 没有一个明文规定 谁才能组织一个什么事情 任何人都可以 只不过 任何的决定和那个 嗯 东西都 都需要大家一起讨论 是这么一个概念 当然我们是 非常希望在更多的城市 有更多的活动 啊 嗯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纯属我 个人刚才的 个人的一点 嗯 想法 就是一个问题啊 就是 真正是 我了解到 他已经 年龄很大了 对 年龄很大了 但是 但是 我以前 就是 真正是 在 本身 真正是在中国的 影响力也是 也是蛮大的 嗯 因为我自己使用 真正是很久了 嗯 但是以前 从来都没有见过 有真正的社区 嗯 嗯 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说 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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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 嗯 就来自于 社区的 贡献者 来推动的一个 嗯 中文的社区 这样的 没有没有这样一个平台 让大家去交流 因为大家的 英文的水平或 以及时差的问题 还有文化的差异 导致 不一定所有的人都 方便参与到 那个英文社区里面 所以我这也是 嗯 发起中文社区的 一个原因 然后之前的话 我觉得跟国内的 这个 软件行业 启动的比较晚 然后这个开源的 传播的更晚 我觉得是有 有关系的 但最近几年 开源的这个理念 不管从个人和企业的 接收度 已经 相对比较普遍了 对 因为我刚才 嗯 就是我刚才问了 这个问题就是 我之前 参加过很多 其他的开源项目的 每一个开源的 活动啊 或者是 公开课 会议这种 但是我以前 从来没有见过 一些经济系 相关的活动 所以我刚才想起来 这个事情 就是活动是有的 你要去在百度上 稍微搜一下 应该在 至少三年以前 是都已经有些 活动了 但他们的活动 呃 基本上属于那种 办一个 如果是大的会议的话 就是 要 要掏一些门票 比如说几百 甚至上千的门票 去听一个分享 找上一堆这个公司的 这个CTO 那个什么O的 去做一些分享 另外就是小这些活动 但他 没有 没有和社区的这种 贡献 挂钩 明白我的意思吧 他们只是在 又有一些在分享 但他没有 并没有跟社区的贡献挂钩 对 对的 嗯 所以是 嗯 这就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吗 我们社区想做的事情 嗯 所以 如果 如果你觉得这个社区还挺挺有意思 或者跟你的兴趣相关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社区做的更好 嗯 然后另外一块我想强调的是说 开源的话 并不是说 你把代码放上去就开源了 然后 呃 开源也是 也也是分一个程度的 就把代码开开源了 然后 有的时候社区 他不一定 非常的开放 接受你代码 对吧 然后另外是 呃 有一些设计文档是不是开源的 然后另外也是 呃 像管理 社区的管理 因为社区也是要管理的 社区的管理部分 是不是也是开放的 对于这个 不管 英文社区也是这样 他 我上面提到的所有的点 都是很开放的 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进去 任何 任这种管理的会议 你也可以参加 所以中文社区也是这样的 ok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没有的话其他人有没有想 介绍一下的 ok 那个 东辉有没有想 那什么的 我这边 我这边也 嗯 暂时没有 ok 燕君呢 我这边暂时也没有 对 那个燕君跟你同步的是 那个 嗯 你说 对对 那个油箱域名的事是吧 嗯 对 我想想 一个是油箱域名 还有 还有是这个 微信机器人的事 叫微信机器人吗 叫什么 嗯 他应该算是那个 微信群机器人 好吧 微信群机器人 无所谓了 就是说 嗯 我 咱们现在不是已经有了那个什么了 有那个 随机返回一个 一个 支援者号 然后 暂时算是缓解了这个问题了吧 现在已经有七个了 所以 嗯 现在有七分之一的概率被打扰 所以 暂时是可以了 当然 这个微信机器人其实 还是蛮管用的 当然 可能需要 做些研发的工作 我这边可以再提供一个思路 那有一个 开源的方案 还挺不错的 当然 需要去 去挖掘一下 他是用 可以用 type script 或者 javascript 来实现 OK 那油箱域名的事 你有没有可以 喂 不好意思 我那个刚才网断了 或者 嗯 嗯 就说是 嗯 我本来想说是 就哪天抽 抽时间 然后就去看一下那个 就是登那个管理账号 然后看一下 就是那个邮箱管理账号 然后 嗯 因为就是他应该是从那块先去设置 设置完之后 他应该是要在那个 玉米解析那块去加那个 嗯 就是预名预名的那个 这些条目的 就应该是txt的那种条目 嗯 然后 然后这块的话就是看 咱俩抽哪天时间去看一下吧 然后 嗯 我就说刚刚这个的话 有可能会遇到 也会涉及到一个问题 因为那个 呃 你注册邮箱的话 之前不是在 相当于在那个 嗯 有些那个 嗯 平台上去注册的时候 可能会需要设计到 嗯 修改邮箱这块 这个 这个车得稍微记一下 嗯 什么意思 修改邮箱什么意思 嗯 就是说 因为域名改了之后 然后你相当于比如说 比如说在那个 嗯 嗯 在那个 嗯 就是那个 开运什么 开运中国啦 什么的 那些账号什么的 然后 因为有邮箱注册的嘛 就是需要 需要把那个改一下 到时候 那无所谓 对 那是这样的 那什么 要考虑兼容的问题 要 两个号 同时可可可用 然后 嗯 对 就是说他的 他肯定是什么 肯定是说你账号 账号 那因为在他上面注册的时候 嗯 你那个账号 原账号肯定是还能用的 但是就是说 要看一下他能不能直接去改这个邮箱 如果说可以改的话 这些就都没问题 嗯 或者另外一种方案是能他 能把那个域名 从 从地下 两个都可以用是吧 不是 对 两个域名都可以用 邮箱还是一个 只是 别名一下 也行吗 对 我知道 嗯 嗯 到时候看每天 在那拖时间 我看一下吧 完了 我到时候找个时间 把你 呃 加到那个全线组里边 然后 方便你帮忙弄一下 行行行 好嘞 嗯 OK 其他人还有想 你认识一下的吗 那我们给一分钟时间 好吧 好吧 今天要要同步的事情大概这么多 然后 非常感谢大家抽时间 过来一起参加这个会 然后今天的会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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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